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小时候读《格列佛游记》 就被其中所描写的奇幻景象深深的吸引 长梦想自己可以有天也到那样的地方一游 这种的梦当然不会变成现实 但是现代电影的拍摄技术 让《格列佛游记》搬上了大荧幕 曾经在梦内才能出现的小人国 终于可以直观尚感受一把了 2010年上映的美国影片《格列佛游记》 其实应该称之为《格列佛小人国历险记》 主要讲述的是《格列佛在小人国的历险故事》 爱幻想的格列佛是杂志社收发室的主管 他安于现状不求兴趣 接来的员工工作几天就取代他的主管职位 在准备和他心意的女神达西表白时 误打误撞地获得了一个旅游报告的机会 按要求他必须独自驾驶船前往百慕达三角洲 探索附近的小岛 并且在海上待上三周 众所周知的百慕达三角洲号称为魔鬼三角洲 各种神秘世界在其附近层出不穷 导演依此安排格列佛遇到小人国的剧情 显得非常合理 为了不让达西失望 格列佛勇敢地向大海激发了几罐啤酒下渡 格列佛在罪名中进入了百慕达 所有的仪器手机全部失去信号 一片巨浪卷来 格列佛陷入了昏迷 再次醒来的格列佛感觉身上似乎有蚂蚁爬过 顶惊一看才发现这些蚂蚁居然是人 只是个子如同蚂蚁般大小 他们正在帮着把格列佛用木桩和绳索捆绑起来 虽然格列佛的体积相较小人们大了数十倍 但是在众多小人的起心和力之下 他的反抗完全无效 他被绑得死死的送给了皇帝 不得不说团结就是力量 这是一句真理 被关进山谷的格列佛 因为偶然的机会和霍瑞修 救了差点被布莱夫人绑架的公主 又用一泡尿救出了陷入火灾的皇宫 他成了救世主 英雄 在小人国的生活舒适又惬意 格列佛很享受 出于蓄荣的心理 他假称在自己国家适用全身的总统 获得了小人国国民 乃至公主的全身信任 公主的未婚夫爱德华将军因此度火中烧 投靠了布莱夫人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 制造了可操控性的巨大机器人 打败了格列佛 影片这带有种机甲变身动画片的即视感 爱德华坐进机器人控制中心 化身为机器人 瞬间拥有强大的力量 爱德华揭穿了格列佛的身份谎言 并把格列佛扔进了海里 格列佛不禁流落到了一个巨人的岛上 还被捉住变成了小女孩的玩具 为了拯救被布莱夫人占领的小人国 为了避免公主被迫嫁给爱德华 霍瑞修亲方百计的找到格列佛 原本自怨自爱的格列佛 再听说了来寻找他的把戟 也被爱德华关起来了 而且面对着表示对他全心信任的霍瑞修 他决定鼓起勇气回到小人国拯救大家 与达西会面的格列佛 不但坦承了自己对他五年的暗恋 还向小人国国王监讨了对小人们的欺骗 并决定要心帮助小人夺回国家 才和达西回到现实世界 充满勇气的格列佛和爱德华的机甲勇士 经过激烈的格斗之后终于胜利了 在小人们的欢送歌声中 格列佛和达吉假装前往 他们进入小人国的漩涡 回到了现实世界 没有小工作只有不努力的人 格列佛最后不但成了著名的作家 还赢得了达西的芳心 不管自己所处的工作职位有多么不起眼 只要努力工作 奋力进取总是可以成功的 但是记住一点 欺骗是绝对不可取的 如果只会抄袭和捏造 格列佛是不可能成功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